大家昨天是不是在下午3点04分的时候 都有收到一封防空警报的讯息呢 今天军工鼓动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只要告诉大家其实昨天收到这个讯息 大家不要想说是选举操作 我相信市面上很多人在告诉大家说 这个是选举操作 但是实际上中国火箭掉落下来不只是台湾 有遇到这个状况 在印尼在印度在菲律宾在尼泊尔 各个地方都有遇到这个状况 包括中国本身内地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军工股虽然说开盘全面大涨 但是你有些地方要特别的小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警局通 我是瓦罗 欢迎外向和文老师 大家好 今天要来谈军工股 相信大家昨天都收到了 两到四封的防空警报的简讯 所以今天的军工股就动了 那到底是不是一日行情呢 详细情况就有请万老师跟我 告诉大家军工股小心 你买进去就让火箭掉下来 小心被套住了 对要小心被套住了 那来看一下昨天这个新闻 昨天大家一定都有收到这个讯息 对不对 当时我在这个星巴克 所有的人 星巴克所有的人手机都在想 大家在想说什么事都不是 那昨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个新闻讲说发警报 对不对 是有些人讲政治操作啦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其实不是 真的不是 这个警报真的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那路径其实怎么样 美国本来预计 他路径要往台湾的南兵去走 但是后来发现路径是偏北的 其实是有经过什么台南跟台东的上空 但是国防部是有承认他有一些错误 他把这个卫星MISO翻译成MISO 但是我跟大家讲其实火箭技术跟飞弹技术是同一种技术 如果对军工有了解的朋友 我相信你可能就比较清楚 但是有些人就针对这个用字去针对国防部 但是他们也有道歉啦 那实际上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原谅的 那后来就是怎么样很多简讯嘛 那今天就快速带大家看一下 原来要走什么 虚线这条路径 但是后来是偏北 有经过我们上空 所以需不需要发警报 在哪里 在500公里上面 你把它挤落其实也比较那么高的 你会浪费这个飞弹 它掉下来其实不一定会掉下来 但是就是要提醒你说 就像地震提醒你一样 万一东西掉下来怎么办 那就有些人讲说这个是政治操作 一是发那么多 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台湾才受到这种这个状况 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国际新闻 台湾人常常被人家讲没有国际观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就带大家来看 马上来看看 印度在什么 2022年4月份火箭掉下来 砸到这个什么 砸到民宅 马来西亚2022年7月份一样 碎片掉到领口 然后呢这边 2022年12月菲律宾 然后再来这边2023年 这个去年3月15号 在哪里在尼泊尔 还有很多 所以世界各地都有 对啊你看这个新闻 上次美国得中 美国得中新闻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就是实际上很多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外网对不对 你不要说都是看台湾的新闻 这个是华山网 他们这个中国他们自己的新闻 2014年9月在哪里 在这个陕西 陕西的山洋山沟 陕西洋山沟 反正掉在山里面 这有照片 是 再来呢 艺术网 2015年8月27号 在哪里 也是陕西 陕西那时候以前人家讲 他们当地人其实讲得很衰 这个是这个火箭这个发射器 这个推进器 再来是这个 2015年 这个是凤凰新闻 2015年11月28号 在哪里 在湖北 一样是什么 这个名字都写 他们的这个logo 不是造假的 很大 其实掉下来真的 因为火箭掉下来 他们火箭推进器 有分第一节第二节 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他会像SpaceX 第一节上去之后 第一节会脱落 脱落之后SpaceX 是能够自行的 再回到轨道 然后重新降落 而且SpaceX是能够什么 重复利用 但是中国的火箭 目前没有这个技术 他就是上去之后 就会掉下来 掉下来在哪里 他轨道他也没有去精确计算 所以给全世界各地 都造成很多的这个什么危害 那其实很多人都在骂 不是只有我们台湾 才在讲这个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因为被选举冲昏头 你还是要想一下 我们到底自身利益是什么 万一这个东西掉在你家 请问一下你能接受吗 我相信你就不会这样讲 对不对 你就不会想说这个政府在操作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 那今天军工股的部分 哪些个股可以特别留意 今天军工股就像这个火箭升空之后就掉下来 是 其实我跟大家讲为什么 上影线 今天上影线 本来这个宝衣涨快涨成本了 对啊 但问题是就是后面就被人家卖下来 是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在这个宝衣在去年的时候 涨得非常的凶 对不对 军工股去年都在炒作嘛 涨得都非常凶嘛 从年初开始就一路上涨 然后涨到9月份 就差不多是顶点了 大家看一下涨上去之后 有没有很多人在上面获利了结 有 很多 所以现在涨上来 你要第一个压力在这里 然后你会发现后来10月份 去年10月份涨上来之后再反弹嘛 遇到压力马上又开始回落 然后到11月份跌到这个低点之后 11月份又再涨一次 涨上去之后马上又怎么样 又开始有人在卖出 这边其实我都有圈起来 所以今天带着这个话题往上涨 没有经过盘整的股票 想要往上做上涨 非常的困难 上面很多人在套牢 所以上去就是怎么样 人家想要卖嘛 假设今天是各位朋友 你在去年9月份买这个糕点 你今天想不想卖出 你也会想卖出嘛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涨上来很多人在获利了结 雷虎也是一样 这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格局 大家看一下这个格局 再来是汉翔 汉翔昨天就开始跌了 昨天就跌得很重 而且昨天是跌破什么 这个横盘区域的底部 今天虽然说有反弹 但是马上就被压回去 所以大家这个军工股 不要看到说 今天马上开盘的时候 马上大涨 就很兴奋 要特别的小心留意 谢谢万老师 先入前出的分享 也别忘了加入 万老师的like跟telegram 采金局头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好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